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 阿库拉依旧是俄罗斯海军攻击型潜艇中的绝对主力 但时至今日 阿库拉级这款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建造的核潜艇已经略显老态 而俄罗斯海军建造的攻击型核潜艇又迟迟不能装备部队 因此 俄海军方面打算改装翻新阿库拉级潜艇 使其性能更加优秀 并且能够延续至少十年的服役时间 那么 改装这样一款略显老旧的核潜艇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重唤青春后的阿库拉会给俄罗斯海军带来什么变化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近日 俄罗斯网络公开了一组太平洋舰队无意的两艘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 运回船厂进行改装翻新的照片 这两艘艇分别为布拉茨克号和萨玛拉号 由俄海军租用的一艘万吨级半潜船运输到位于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船舶修理厂 实际上 早在去年9月 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网站 就已经报道出了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年维修和深度改装北方舰队 太平洋舰队现役的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 并且除了这次进入船长的两艘以外 有另外两艘也已经开始动工 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是苏联时期研制的最后一型核潜艇 由大名鼎鼎的孔雀石设计局负责设计建造 设计型号971 最初苏联方面命名为白班狗鱼壁 不过本约方面随后将阿库拉级核潜艇重新命名为鲨鱼 久而久之竟成为了该型潜艇的专属代号 不过阿库拉级核潜艇确实配得上鲨鱼这个称号 其艇长110米 宽13.6米 水下排水量达到9100吨 这个数据即使放到现在也稳居世界前列 另外独特的设计让阿库拉拥有了超强的水下静音能力 和最快达到35节的水下航行速度 再配以14个鱼雷发射管 远程对地雄航导弹和主被动综合声纳系统 时至今日 阿库拉依旧是俄罗斯海军主力攻击型核潜艇 不过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经济实力严重下降 核潜艇的维护和升级工作一直得不到保障 最初服役的阿库拉一级核潜艇大部分已经退役 阿库拉改进型虽然比一型稍好 并未大规模退役 但是现役的几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保养 而最新一型阿库拉二级核潜艇列爆号 一直到了2001年才正式服役 不过好景不长 四年之后就有报道称 列爆号将被租借给印度 我们看到从俄罗斯公布的这个照片当中看到 俄罗斯海军现在已经是对阿库拉结核潜艇进行了一个改装和升级的改造过程 那么如果要是进行这个升级改造的话 具体应该从哪几方面进行实施呢 这次升级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升级 从现在看呢 有很多重点问题要进行调整 所以首先要恢复技术状态 恢复之后呢 有几个方面还要进行升级 比如说现在的噪声问题 有可能会通过各种降噪措施 让自己的海底航行更加安静 你比如说现在销声瓦 另外内部结构的一些调整恐怕要持续进行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现在电子系统和火力系统要升级 因为现在和西方潜艇相比 俄罗斯的潜艇在指挥系统 信息系统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如果通过现在的升级改造 用高级的高端的这些通讯装备 去取代以前冷战期间相对陈旧的装备 自己的大脑有可能会更加灵活 那么武器装备从以前的反潜反舰这些武器来看 现在恐怕也存在着很多落后的状态 你比如说让自己的射程更远 航速更高 那些著名的超高超空炮鱼雷 能不能在潜艇上使用 如果有了这种200节180节 那么对方的潜艇和其他的水面目标就无处藏身 我想这几个方面应该是阿库拉升级改造的重点 所以新阿库拉的性能值得我们去期待 那么陈老师 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举措 对老旧潜艇和潜艇进行升级改造 那么俄罗斯从这支中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首先我们说阿库拉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是钛合金的 所以它下潜的深度非常深 可以达到600米 再有一个它的这个减震阀系统呢 运用包括舱石的这些设计 包括外壳的这种销声瓦的设计 它的静音性能非常好 所以作为核潜艇 它这是它的两大长度 那么如果它再把武器系统打得更远 再把这个声纳系统听得更准 听得更远 那么显然它的这种作战能力 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它通过这次改装 它可以少花一些钱 因为你毕竟建这种钛合金的这个艇体是非常费钱的 而且俄罗斯都是双体的这种潜艇 所以它通过这次改装呢 可以把一个老艇大大的提升它的综合的作战能力 适应现在的这种环境的运用 所以阿库拉一旦升级改造之后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而且我们知道在核潜艇技术方面 俄罗斯一直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那么为什么升级改造的目标最终会选择阿库拉级核潜艇 接下来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 苏联时期建造的核潜艇 一贯给人一种粗质滥造的感觉 而阿库拉的出现却颠覆了西方人对苏联核潜艇的认识 孔雀石设计局为阿库拉设计了一个真正的水滴型停体 停体呈前粗后细装 挺宽达到最大值 随后停体外扩现行逐渐收敛 向停体中心线收缩 并一直圆滑过渡到停体纹端 整个停体现行犹如一滴下落状态中的雨滴 这种水滴型设计 让阿库拉拥有极快的水下航行速度 最大航速可达35节 不仅如此 阿库拉为了能最大限度的提升水动力性能 取消了较为平整的甲板 停体表面除了维壳前部左右的两个水环境指示器 和两根安全操纵杆外 去掉了所有突出物 值得一提的是 阿库拉机依旧采用了苏联常用的双壳体结构 里面那层为钛合金制造的耐压壳 使阿库拉机核前体在水下650米的位置 依然可以安然无恙 停体表面付以80毫米厚的销声瓦 并且流水孔较小 大的开口能够自动关闭 这些设计使阿库拉拥有和海洋环境噪音 差不多的水下航行温量 从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作为一个攻击型的核前艇 阿库拉机可以说 它的优秀性能是源于它的水滴型的停体设计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水滴型的挺身设计之外 阿库拉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实际上任何一个潜艇 特别是核潜艇它有几个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就是潜艇靠什么隐藏自己 是靠海水来隐藏自己 靠海水隐藏自己 那你下潜的深度越深 那么把自己就藏得越好 对吧 那么阿库拉机的潜艇可以下潜到500米到600米这个深度 这个一般的潜艇通常在300米400米就是一个极大值了 所以它下潜到这个深度的时候 其他潜艇不但下不去 包括它用水雷生死炸弹打人家都打不着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静音性非常好 因为在海里边发现潜艇它不是靠看 而是靠听 就是靠声纳去听 那么如果它的噪音降低到海水的背景噪音里边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听不到 只能听到海水的噪音 根本听不到核潜艇的这种发动机的声音 那么它就又藏起来了 你一看不到 二听不到 你怎么发现它呢 再有一个它的载弹量比较大 因为阿库拉吉它在设计的时候 通常的潜艇就是前面那个鱼类发射管的 这个直径是533毫米 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这个潜艇的口径都是这样 它干了多少呢 它是650毫米 要大的多 因为我的这个弹打 所以我打的这个威力就大 所以这个是阿库拉吉这个核潜艇的几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你看不见我 找不着我 但是我打你的时候力量非常强 非常猛 所以我对你的这个水面舰艇威胁非常大 包括对你的核潜艇的威胁也非常大 而且我们看到为了提高它的动力性能 那么它不惜牺牲一些甲板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代价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会不会对未来日常维护造成一定影响 您如何看待这个舍与德 影响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像艇体外面那些维护工作恐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用咱土话讲就是很初流 因为它没有很好的平台 也可能一位楼神一脚到海里孩子去捞 这样给潜艇各种维护或者见面作业提供了很多困难 如果再接兵 但恐怕那个亭面工作甲板上的工作情况会更加的恶劣 对内部可能也会有些影响 比如这个艇内部空间或者一些这个格局的设计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这样的它的确是不舒服 但是很安全 它换来了现在的大潜身高航速 以前的苏联潜艇美国人形容说你那个潜艇挺好的 但是就像大洋中敲鼓 你刚出来我就知道你出来了 而且你在哪我可以盯得很准 但是前苏联采用的现在阿克拉这种技术 就我潜得很深跑得很快 你可以看到我但是你绝对追不上我 所以把美国人也气得够呛 我用潜艇追肯定追不上 用当时的鱼雷打 鱼雷都追不上它的潜艇 你要追个角度去看的 的确让现在的水下活动变得更加安全 它的潜艇比水中武器还要快 另外它的潜身也很大 你想很多弹根本就到不了这个深度就已经失效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在艇面上包括在内舱里一些不舒适的感觉 如果能换来强大的作战能力 我想俄罗斯包括前苏联一定会说很值 所以我们看到阿克拉级核潜艇确实性能非常优越 作为一个升级改造的目标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此前俄罗斯之所以要升级老旧的核潜艇 其实还有一个尴尬的理由 早在1993年 俄罗斯便已经开始了对新一代核动力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 但由于受经济问题影响 一直无法顺利进行生产工作 直至2010年6月15日 俄罗斯最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亚森级首艇 北德文斯克号正式下水 并于同年9月进行海誓 但在海誓过程中 发现核动力装置无法达到预定功率 水下的静音效果也并不让人满意 因此推迟服役时间进行赶进 2013年12月30日 经过改进的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 开始服役用于实验用途 在服役之后发现 北德文斯克号之前发现的问题 虽然得到解决 但是并不彻底 还有200余处问题仍需解决 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声纳系统 该系统并没有表现出之前 所号称的那样优秀 因为北德文斯克号种种问题 可能会导致亚森级另外两艘潜艇 喀山号和新西波利亚号服役时间继续推迟 并且针对北德文斯克号产生的问题 后续两艘潜艇可能会进行升级 预估成本也随之增长 俄罗斯方面想在2020年之前 拥有6艘亚森级核潜艇的计划 成为了一项托具挑战性的目标 从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俄罗斯新研制的攻击型核潜艇 亚森级核潜艇 可以说刚刚服役就出现了不下200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基于厚望的潜艇 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任何一个新型的武器装备 跟它采用的新技术一定是密切相关的 你采用的新技术越多 就是比例越高的话 往往就是在海市的时候 或者是在初期使用的时候 故障率就会上升的非常厉害 亚森级的核潜艇就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它是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升级的潜艇 那么是根据现在 也就是冷战结束以后 俄罗斯的军事需要来建造的 这么一款攻击型核潜艇 它担负的使命任务 仍然是要对其他国家的大型水面舰艇 编队造成攻击 并且能够打击路上的这种目标 特别是这种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 包括它自己要把自己藏得好 藏得深 那么这些性能都要保持 所以在亚森级的攻击型核潜艇上 它采用了大量的新型的技术 比如说它的核反应堆是新型的 比如说它的这种降噪音的这种设备 很多也采取了改进 包括它的通信设施 包括它的指挥控制系统 导航系统 包括它的武器装备 由于它大量的采用了新型的技术 那么这些新型技术 由于刚刚运用 肯定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所以它会发现大量的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前苏联解体以后 由于有些厂子 就是过去啊 因为前苏联的时候呢 比如说有些大的停体 它可能在乌克兰造 有些设备可能在其他的 这种加盟共和国里面造 那么现在呢 就完全要靠就是俄罗斯自己来建造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等于从零做起 从新学起 新的技术 所以这样的话 导致它一般的 有几百个企业造成的这种潜艇啊 就可能这个故障 只要有一个发现问题 那么就可能导致整个体系 或者是整个潜艇都不能运用 包括你的武器装备 比如打出去之后 无论是偏了 还是这个提前 这个失效了 这个包括它的压力 在水中的压力啊 都是这个故障 所以我们讲的二百多个故障呢 是你整个全艇啊 包括你的艇和武器弹药 所体现出来的 实际上呢 就是由于它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 再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配件和组装 是由这个不同的这个单位建造的 这个单位很多 那么只要有几个单位 把不住关的话 这个整个艇就会发生大量的问题 另外从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亚森级主要出现的问题 就在于被超称是 俄罗斯最新型的声纳系统上 然而如果要是对阿库拉级 核潜艇进行改造的话 那么声纳系统也会成为重中之重 那么俄罗斯如何去平衡这对矛盾呢 我想在阿库拉上进行的实验 可以为亚森潜艇声纳这种升级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模板 你至少在阿库拉上我先用 哪有问题 然后我消灭之后再给亚森级 所以现在的阿库拉改装 有可能是今后 俄罗斯新一代潜艇 声纳系统的一种实验 你比如在实验过程中 你现在它的声纳系统很庞大很复杂 除了有主动声纳 被动声纳 它的尾巴上还有一个 这个拖椅式声纳 所以和美国潜艇相比 声纳系统的作业量明显要提高 而且从现在来看 现在使用一些技术 可能相对老旧 它的这种工作模式很多 就是该有了都有 但是能不能够结合到一起 超过美国的探测距离 及时发现美国的潜艇 这个好像谁心里都没有数 因为这毕竟是冷战期间 研制的新型潜艇 从现在看 提高声纳系统的探测精度 提高它的探测范围 另外的加强对不同目标的精确探测能力 我想这个是今后改进的重点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潜艇 包括现在美国拥有的潜艇 和其他国家拥有的潜艇 你的声纳系统如果不能够在嘈杂的海底 对所谓的目标进行识别 这样就有实际功能 美国的核潜艇 它的噪声水平跟常规潜艇差不多 我们老说基洛级潜艇 是大洋里的黑洞 但现在美国的攻击 和潜艇 包括现在的海狼级 它的背景造声跟海洋的背景造声异常接近 在这种条件下 怎么找出这些很安静的核潜艇 这个对阿库拉的升级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在今后的升级过程中 可能起了两个 一让阿库拉它的基本战绩指标更高 第二让亚森体今后装备这种升纳系统之后 让俄罗斯海军更放心 所以我们看到新型潜艇问题频频 迟迟不能形成战斗力 另一方面阿库拉确实有具备非常优秀的性能 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升级改造的非常合适的目标 但是非常有改造价值的阿库拉并不是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去做一个了解 2008年11月8号 阿库拉二级核潜艇列爆号 在日本海俄罗斯海域进行海事 潜艇突发意外 导致20人死亡 这不禁让人开始怀疑 阿库拉级核潜艇是否存在一些缺陷 同时也因为这个事故 让人想起了2007年 阿库拉级核潜艇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厂进行维修时 发生的重大火灾 一次20人死亡的重大事故 一次维护时发生的重大火灾 折量起事故的背后 暗藏着何种特殊原因 苏联在建造潜艇的过程中对于细节不太重视 作为阿库拉的竞争对手 美国海狼拥有着怎样的过神之处 我既然能够战胜它 比它高出一个档次 在很多技术细节和综合作战能力上 就要求提出非常苛刻的任意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俄罗斯改装翻新阿库拉级核潜艇 究竟如何才能让这艘略显陈旧的核潜艇 重复当年之勇 首先我们说阿库拉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苏联时期优秀潜艇众多 阿库拉为何能脱颖而出 它到底有哪些过神之处 俄海军最新一型核潜艇正式服役 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 对老潜艇进行改装翻新 这个单位很多 那么只要有几个单位把不住关的话 这个整个艇就会发生大量的问题 冷战结束十几年 不甘去于人后的俄罗斯 会用什么方法让老对手惊出一身冷汗 沙场推出重唤青春的深海巨沙正在播出 2007年11月 阿库拉集合潜艇在北德温斯克造船厂进行维修时 发生了火灾 大火差点导致整个造船厂发生瘫痪 事隔一年之后 2008年的11月 阿库拉二级最新一型潜艇猎爆后 在日本海俄罗斯海域进行实验时 再次发生严重事故 导致了20名艇员的死亡 而对于这两起事故 俄罗斯官方和外界却各自一词 那么造成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008年11月8日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阿库拉集攻击型核潜艇 在日本海俄罗斯海域进行航行试验时 因消防系统出现意外故障 导致20多人死亡 事故虽然造成了人员伤亡 但所幸核潜艇的反应堆并没有发生泄漏等异常情况 事故发生之后 俄罗斯海军官方马上做出回应 称这次事故是因为消防系统的非法启动造成的 随后俄罗斯有关方面专家 也表示消防系统非法启动 是因为艇员操作失误所导致的 但这种说法明显不能让外界信服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专家 都在质疑阿库拉潜艇的消防程序存在问题 据了解 俄罗斯潜艇消防系统 通常使用低毒性的狐狸洋气体 这种气体毒性不大 不会让艇员发生中毒昏迷现象 艇员可以有5至10分钟时间 能够正常行动 这段时间足够进行远镜 然而此次出现事故的阿库拉潜艇 虽然显得极为异常 有调查结果显示 出世潜艇内存在大量氯化碳 该物质作为溶剂 进入潜艇舱势后会变成有毒气体 不过 氯化碳相比弗利昂要便宜几十倍 鉴于潜艇的需求量 替换气体可以给供应商带来巨大的利润 其实早在这之前 关于阿库拉级就有过一次重大事故 2007年11月 阿库拉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厂进行正常维护时 焊接过程出现问题导致潜艇着火 大火使巨大的北德文斯克造船厂 一部分工作区发生了瘫痪 两名消防员救火时身受重伤 事后调查部门指出 是焊接工人的疏忽引起了大火 但是鉴于俄罗斯潜艇维护方面之前的种种劣迹 这次事故是否只是人为还有待讨论 我们看到在这次阿库拉级和舰艇的事故当中 应该说消防系统自动启动是主要的原因 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消防系统就会引发了这么大的事故 苏联在建造潜艇的过程上对于细节不太重视 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 但是俄罗斯不这么认为 它认为艇越多越好 而且主战武器越强越好 至于那些提高安全性 提高舒适性的一些设备 可以把标准降到最低 所以你到了俄罗斯潜艇去看 它的舒适性居住性非常差 如果潜艇员长时间在水下执行作战任务 会感到精疲力尽 你同样阿库拉这些攻击和舰艇也存在这些问题 你想很多的像空调系统 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毒气体的泄露与防范 这方面可能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这些细节问题往往被俄罗斯和前苏联所忽略 再加上这些艇服役时间太长 在使用过程中 维护保养的不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从冷战结束到俄罗斯苏联解体 再到现在所谓新冷战的开端 这些艇长期在海岸驻驳 没有进行过高频率的巡航 这样在使用方面恐怕存在着很多问题 另外它所提供的保证能力 又不足以让这条潜艇恢复之前的状态 我想这次改造升级 如果只是蜻蜓点水 那么今后在水下所酿成的事故会更加严重 如果是全面升级 把细节全部关照到 这样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和可靠性才会同步提高 从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阿库拉吉 这次发生火灾是在维护的阶段 并且造成船场的一部分发生瘫痪 那么从这次事故来看 是不是说俄罗斯对于阿库拉吉 包括对潜艇的维护还存在着问题 其实往往发生事故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我们讲不按规程操作 因为俄罗斯的潜艇发生的几次事故 特别是核潜艇发生的重大事故 都和它伪装操作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它在核反应堆的起堆的时候 就是维修核反应堆的时候 它本来没有盖没有盖平 然后它没有把固定的吊车固定好 在船上就是这种扶的吊车 它没有固定好 没有固定好 它就开始吊反应堆的盖 正好旁边一艘船高速的开过去了 掀起涌浪 使吊车发生了晃动 一晃动之后 它等于拔核反应堆的盖就力量大了 一下把隔棒吸收中子的隔棒 一下就拔的太多了 这样的话里边的裂变反应一下就非常剧烈 因为没有中子去吸收它 一下就发生了这种剧烈的反应 砰一下发生了爆炸 是什么呢 不按照规程操作导致的这样的事故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的体力太老旧 如果你长期放那不实用的话 它可能发生线路的老化 还有一个就是你东西老旧之后 容易发生这种腐蚀 比如说东西你长期不用 它腐蚀掉了 把金属腐蚀坏的东西 有毒的液体或者是容易引发爆炸的液体流出来了 这都可能导致事故 而一旦发生这样的 比如说爆炸事故或者是火灾 那么这个是很难铺就的 因为你这些比如说你在亭里面的时候 尤其是在厂里面进行维修的时候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静止的 那么这些气体包括很多氧气瓶 大家可以看到都堆的很近 那么一旦发生爆炸 马上这个大火就突发了 就很难扑灭 所以俄罗斯它出现的这些问题 应该说主要是这两点造成的 所以即便是刚才我们说到了 阿库拉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故 但这些事故并不完全是因为潜艇本身 应该说它还是世界核潜艇的佼佼者 不过它还有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竞争对手 究竟是谁 我们全了解一下 三个世纪八十年代 俄罗斯阿库拉攻击型核潜艇一经问世 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尤其是美国 相比美国当时主力攻击型核潜艇洛杉矶 阿库拉级在各项性能方面都已经全面超越 因此美国必须要研制出一款 能够克制住阿库拉级的核潜艇 这就促使了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诞生 海狼级核潜艇前航急速35节 续航力80天 艇员133人 水下排水量能够达到12139吨 它拥有660毫米鱼雷发射管 能够发射反舰导弹 各型鱼雷 以及战斧巡航导弹 艇载武器量增加到了50枚 不仅如此 海狼级的静音效果也非常优秀 据美国方面称 海狼级是美国现在最安静的核潜艇 只要其深入水底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可以轻易发现它 另外 美国在核潜艇的电子设备和声纳系统方面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即使是核潜艇建造技术极为成熟的苏联 在该领域也无法与美国相比 不过可惜的是 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经济受到沉重挡击 无力再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而失去竞争对手的美国 军事预算逐渐缩水 造价昂贵的海狼级核潜艇 最终只生产了三艘 便草草收场 从短片当中 我们也了解到海狼级核潜艇的 就是针对阿库拉级建造的 那么这两艘核潜艇 您觉得数强数弱 从基本技术指标和综合作战能力上 海狼肯定会高出一筹 你从美国建造初中来看 当时也是在冷战期间 准备在水下能力上 全面超越全苏联 所以它的目标就是阿库拉 如果把这些作战指标 把阿库拉当成一个作战对象 那么这些指标肯定比阿库拉要高 比如美国它在情报系统 在电子系统方面 比俄罗斯前苏联相比 有天然的优势 那么在设计过程中 在放大这种优势 所以你的生难探测的距离 你包括各种信息的传递 比阿库拉可能更快更远更高 另外从武器装备来看 之前的阿库拉几乎是一个火力的水下航母 它有很多种武器装备 而且从舰术上看 和同级攻击型核潜艇相比 它没了前茅 但海狼在设计过程中 无论是自己的反舰导弹 另外鱼雷水雷 再加上其他的对陆攻击型导弹 让自己性能指标比它高至哈达一块 而且现在海狼和阿库拉相比 我还有对地攻击能力 之前的阿库拉没有对地攻击能力 所以它现在水下的潜艇也能够发挥水面航母的作用 所以这些指标跟阿库拉相比 占据明显的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阿库拉确实是海狼的一个死对手 也是老对手了 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已经对阿库拉 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的过程 那么海狼除了正常的维护之外 会不会也进行类似的升级改造 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升级改造 因为我们知道海狼级的这款攻击型核潜艇 只建造了三艘 那么前面两艘是按照一个型号建造的 实际上在第三艘也是最后一艘 就是吉米卡特的时候 它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改装 就是它的艇体增加了几十米 主要是为了特种作战 加出了这么一截 然后可以搭载其他的一些特种兵 或者是说特种作战的这种装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库拉实际上也是造了三型 就是第一型阿库拉机 然后阿库拉改型 然后到了苏联解体以后 它又搞了阿库拉二型 那么既然阿库拉 它不断的把这种新的技术 融入到新的潜艇里面 那么美国的海狼级 它同样也要根据作战情况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对自己的这种新技术加以融入 所以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海狼会不会也要升级 我们管它叫改装 它也会进行相应的改装 因为情况变了 任务变了 它一定要进行这种改装 再有一个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这种通信的设备 特别是信息化的这种手段 也在发生变化 它一定会把这些新的技术 放到自己的潜艇里面 使劳艇发挥新的这种作用 作为针对阿库拉设计的一个核潜艇 可以说海狼确实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阿库拉 但即便如此阿库拉经常会让美国惊出一身冷汗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军事实力下降 已经很难在远洋和美国继续竞争 不过俄海军潜艇部队的实力依旧不同小区 在2009年和2012年 俄海军阿库拉结合潜艇 先后两次出现在美国附近海域 并且两次都全身而退 俄罗斯的这两次行动 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紧张 阿库拉级核潜艇两次出现在美国附近海域 这体现了俄罗斯核转目的 这么长的海岸线 人家的潜艇从远处来 你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过来 随着新型核潜艇的陆续服役 新世纪的俄海军潜艇部队到底实力如何 冷战结束后 姓俄的装备 你可以数出来很少 海军武器装备更少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俄罗斯改装翻新阿库拉级核潜艇 究竟如何才能让这艘略显陈旧的核潜艇 重复当年之勇 首先我们说阿库拉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苏联时期优秀潜艇更多 阿库拉为何能脱颖而出 他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俄海军最新一型核潜艇正式服役 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对老潜艇进行改装翻新 这个单位很多 那么只要有几个单位把不住关的话 这个整个艇就会发生大量的危机 冷战结束十几年 不甘趋于人后的俄罗斯 会用什么方法让老对手惊出一身冷汗 沙场推出 重换青春的深海巨沙正在播出 2009年两艘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 在美国东海岸巡逻 这是时隔十几年之后 俄罗斯核潜艇又一次光临美国附近海域 但这并没有引起美国过多的重视 而就在三年之后 2012年 俄罗斯核潜艇的又一次出现 才真正的让美国紧张起来 那么在这两次行动的背后 体现了俄罗斯怎样的目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08年8月 俄罗斯的两艘阿库拉攻击型核潜艇 在靠近美国东海岸的海域有已多日 其中一艘已经深入到距离美国海岸320公里处 另外一艘则去向不明 随后 美国北方司令部发言人承认 有俄罗斯核潜艇出现在美国附近海域 但是却不承认只发现一艘 只是强调一直在监视这两艘核潜艇 无独有偶 2012年8月 美俄两国几乎同时报道了 一艘阿库拉机核潜艇 在6、7月间一直在墨西哥湾巡航 直至离开该海域时才被发现 这一举动让美国感觉措手不及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就经常向对方沿海派遣核潜艇 刺探军事机密 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逐渐失去了对远洋的控制能力 俄罗斯的核潜艇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美国附近海域 但随着阿库拉级核潜艇两次光临美国附近海域 美国意识到苏联时期强大的核潜艇部队并没有随着俄罗斯的衰落而消失 从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阿库拉两次光临美国的海域都让美国有点措手不及 如果说第一次是美国的疏忽大意的话 那么为什么两次美国都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一定要根据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周边的情况来分析 因为美国面临了两洋 一边是大西洋 一边是太平洋 它不像我们国家周边还有些岛连的封锁 还有岛礁 它没有这个岛连的封锁 这本来是它的一个优势 但是反过来讲 别的国家的潜艇对它进行抵击侦查 同样对它形成了一个劣势 因为这么大的洋面 这么长的海岸线 人家的潜艇从远处来 你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过来 你怎么去侦查 你不可能把自己的这个海岸线上整个都布上这个水停器 而且你的这个反潜巡逻机呢 通常的也不会在 因为它美国考虑呢 就说我都是到别人家闹事去 挑事去 很少会谁会考虑 到我们美国的家门口来 这个姿势来 因为什么呢 其他国家你要跨这个两洋 无论是大西洋太平洋 你没有核潜艇你过不去 你常规潜艇你去了之后可能回不来了 所以你必须要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而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屈指可数 现在能跟美国作对的可能只有俄罗斯啊 因为那个英法呀 都不可能把核潜艇开到美国的家门口 去进行抵击侦查 就这种活动很少 那么俄罗斯呢 过去又是长期把自己的核潜艇的封存起来 他不太用 所以美国呢 对自己的这个防备呢 就比较的 这个戒备心理呢 应该说就比较弱 那么结果呢 俄罗斯现在随着他的这个 就是国家经济的恢复 包括他的这种 就是海军力量的恢复 他的这种不但战略轰炸机在进行这种巡航 他的核潜艇也在进行这种巡航 那么他就到了美国的家门口了 美国呢由于自己疏于防范 所以他并没有发现啊 人家的这个核潜艇就在自己家门口 转了一圈了 然后又走了 那么第一次呢 可能认为这是偶发事件 可能偶尔来那么一次 结果呢 没想到俄罗斯呢 成了个列行公事了 自己又来了一圈 这个是美国就是 可能受到舆论了 就是大量的批评 怎么人家的潜艇 一次来你们没发现 两次来你们又没发现 你们是怎么防备自己国家的 但是呢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个说明俄罗斯 他恢复了自己的这种核潜艇的 这种侦察监视的巡航 还有一个呢 说明美国呢 他疏于防范 如果他要加强防范的话 老是在不停的搜索的话 他是可以发现的 所以这是两个因素 造成了美国没有发现俄罗斯的潜艇 那么多老师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举动 是他单纯的进行全球巡航的一个工作 还是有其他意味 比如说要彰显自己潜艇的实力 我想俄罗斯正在搞所谓的国家复兴 现在是大国强军 是普京的一个梦想 那么天上有战略轰炸机 那么水面水下 一定要自己的各种作战能力 以前在冷战期间 它的核潜艇全球巡航这个惯例 当时显示就是美国很强大 前苏联依然强大 这种对抗状态呢 始终是双方对抗的一个重要模式 那么现在俄罗斯能不能够把前苏联的军事能力 和世界性的影响继续向外传播 我想普京很期待 俄罗斯人更期待 所以现在阿库拉对美国的巡航 在显示俄罗斯这个决心 也在显示俄罗斯国家的综合作战能力 我想这次被发现 有可能是俄罗斯的一种故意暴露 如果潜艇突然上浮 或者故意让美国发现 美国会感到异常恐惧 原来前苏联时代 俄罗斯强大的攻击能力 就在自己的后院 就在自己的眼前 我想这一点俄罗斯人特别想让美国人知道 如果每次都没发现 学好白学航了 又烧了油 又让很多海军官兵异常辛苦 没什么作用 我想这个对俄罗斯对普京来讲 也不可以接受 就是你去十趟 至少有两趟 一定要被美国人发现 只要发现就能够显示到 你的后院也是我的后院 所以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举动背后 确实还有很多深层的含义 而且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确实非常想显示 自己海军潜艇部队的力量 那么目前俄罗斯潜艇部队 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除了像阿古拉级这样苏联时期 留下的核潜艇之外 俄罗斯也已经研制出了新一代核潜艇 这就是亚森级攻击型核潜艇 以及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 亚森级核潜艇从1993年开始设计制造 2013年首艇北德文斯克号正式服役 用于实验用途 尽管现在的亚森级还存在种种问题 仍需改进升级 但是该级艇水下排水量达到惊人的13800吨 只有阿古拉级和美国的海狼级 可以勉强与之相抗衡 并且亚森级在设计之初 是要用来压制美国海狼级的 因此在隐身性能 水下静音能力 以及火力方面都要更加出色 被西方军事件称为世界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 此外 北风支神级核潜艇也是被俄罗斯寄予厚望的核潜艇 相比亚森级 北风支神级的研制时间更长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认证设计 1996年正式开始建造 2007年出厂海事 2012年才开始正式服役 其水下排水量达到了惊人的24000吨 在潜艇减震 降噪 火力性能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 众所周知呢 在冷战时期 苏联的潜艇技术应该是世界领先的位置 但是作为它的继承者 俄罗斯可以说是倍感压力 我们看到十几年的时间才研制出了新一代的核潜艇 这是什么原因 冷战结束后 性俄的装备 你可以数出来 很少 海军物体装备更少 你现在的新型的亚森级 应该是苏联解体之后 第一艘俄罗斯标志的攻击性核潜艇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跟前苏联相比 差距太大了 前苏联时代 那个级别型号 你数都数不过来 而且不同的设计局 不同的造船厂 都有自己的新型装备问世 所以它形成了强大的这种制造能力 研发能力 和各个设计局 各个船厂的竞争能力 让它的核潜艇的技术空前繁荣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 包括苏联解体之后 你首先资金 它和前苏联相比 差距非常大 目前虽然在解体之后 油气很贵那段时间 俄罗斯现在很满足 说我这个能卖好多钱 但是它的这种向外输出能源 也只是前苏联时候的三分之一 另外几十年不造艇 或者几十年维护潜艇 那么新型潜艇怎么造 人员流失 设备老化 也是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另外造潜艇 以前像乌克兰 塞瓦斯托布尔 像这些方面 能够提供场地 提供配件 你现在那边已经姓乌了 这边姓俄 而且现在的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布尔 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我想这几点 应该是核潜艇 对现在的俄罗斯人来看 第一充满了期待 第二就迟迟不来 所以呼声很大 所以只见楼梯 想不见人下来 现在的亚森迪 终于让俄罗斯人 让普京看到了 走下楼梯的那艘潜艇 俄罗斯对于阿库拉 进行升级改造之后 那么新一代的阿库拉 会对于俄罗斯的 潜艇部队来说 有产生哪些变化 因为我知道 俄罗斯这个国家 横跨欧亚两大洲 它的海洋 也是面积非常大 那位管控的海洋 而且受到了北约的挤压 所以仅仅靠新型的核潜艇 无论是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 北风级的 还是它新研制的攻击型核潜艇 亚森级的 这些数量都不能满足它目前的需要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它到2020年呢 才能拿到就是八艘 北风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那么到了2021年 才能拿到八艘 这个亚森级的攻击型核潜艇 这么几艘核潜艇 怎么够它在两个方向 就是在欧亚两个方向 去抵御北约和美国的这种挤压呢 所以它必须新老搭配 也就是说我在等待新艇的同时 我必须要让老艇老装备 发挥它的作用 这样新老结合 才能使我的国防力量 能够斤住这种外来的挤压 才能彰显我俄罗斯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它现在是通过老的装备 升级改造 新的装备的加速的建造 来完成自己的这种 国防力量的这个加强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么一种状况 虽然俄罗斯海军潜艇部队 现阶段的主力核潜艇 依然还是苏联时期的产物 但是伴随这次 以阿古拉基为代表的 大规模改装升级 这些曾经辉煌的核潜艇 依然是十分强大的存在 再加上俄罗斯新一代的核潜艇 陆续开始服役 预示着冷战时期 苏联那支强大的核潜艇部队 正在复苏 不过 在面对未来更加复杂 更加高速 更加信息化的现代战争 俄罗斯海军潜艇部队 要走的路还很长 歼20即将服役 运20再飞成天 中国战机20家族 为何如此引人注目 黑色战机神秘抵达珠海 中途降落引发争议 歼31是否具备堪比F35的 远程作战能力 中国四代机再次出现惊人变化 最新名字引发巨大争议 歼31改名SC31的背后 到底有怎样更深的含义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